今日的ET国库推介就是吉利175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国常会 提出准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近日新一轮的新能源车夏香启动 五里好政策商计出台 内地车企吉利旗下新能源车品牌 极黑销售表现突出 可以加以关注 吉利5月份整体业务都呈现稳健复苏 五销量虽然是按年跌7% 不过跌幅比4月的2.8%收窄 按月就增长2.3% 去到89000多部 期内新能源车的销量按年增加超过3倍 去到22300多部跑洋行业 按月增长4.3% 新能源车的渗透率 比4月份的21.7% 提升到25% 创了历史新高 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车品牌极黑的交付 也加快 5月份交付新车4330部 创了新高 头5个月的累积销售超过14000部 随信说吉利目前已经有超过2万部的极黑 职额订单 经销商亦恢复营运 因此对吉利旗下高端纯电动车品牌极黑 全年7万部的销售目标有信心 策略上 减于外围的美股波动 A股近日走势偏远 港股预料都难以独善其身 有货者可以在14.9%或者以上继续持有 随信就给予它的目标价18元 可以以这个为目标 未有货的话 可以等14元附近就吸纳 直播率会更加高 跌穿12.8%就止涉 即向下调整大约8% 感谢观看 电音效 放飙 成时 温暖 温暖